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平台的作用 就是它集资的功能 它那个利息成本是非常低的 例如亚洲发展银行给了一个拼购 他们都是在说 所以它去拼购这件事都是它的优势 其实我记得Alice Wong也提到这支高分 那他就说他只是说一句而已 你这么深意就说要加价了 我反而是看好 大家记得like我的Facebook 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消息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好 回到葳言大意的第二段 继续访问是Race Capital的managing partner 就是Laurence Chan 他是阿达的老板 第一集已经介绍了他自己有多厉害 接着这一集介绍他看好公司 他真的很不一样 他看好公司 通常那些嘉宾说我看好这支公司 怎么解释 他不是的 他看好这支公司 他请了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高层来到上来 上一次介绍 阿淡仔也是他认识Darren的 那今次Laurence再次欢迎你 由你介绍这位嘉宾 那今天这位嘉宾是中国水母的董事 執董 執董李宗先生 李宗先生 那他join 中国水母就是855 那他join855之前其实是JP Morgan 一个资产包里面的项目公司的老总 在深圳供水 那所以他在这个行业非常久了 你是通过他 他来了855我才认识他的 那855其实我就跟踪了都十年了 十年 和他们主席都有保持着大日落的 那到最近看到他直供水的业务突然爆炸式增长了 那我觉得是时候再来做他们的投资者 那刚才也说过就是说我比较喜欢这公司的赛道 天花板高的 那这间是一间很好的建议 他的直供水的市场我想去到2030年可能有去到4000亿的 那现在直供水相对来说还是小可能1000亿左右 那直供水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家里开了水后就能喝 那在外国其实周围都是的 但是中国就始终因为水的水质和处理比较少 那就很少人敢浸开水后来喝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农夫山泉的生意这么好呢 其实他们都有我们保守的估计 十几二十个百分之的水 其实是买回家里用的 是因为那些人不是很敢喝家里的水后水 那变成他们就会买bottle water回去家里喝 那为什么我们看好中国水墓呢 首先它的foundation其实是很好的 你家里喝水这个是utilities来的基本上 其实和新澳就很一样的 它的business model instead of它卖gas它就是卖水的 那很容易明白而已 那其实今年就有个特别之处就是 它的直供水爆炸性增长和政策都比较扶持他们的 那政策有两点可以share一下 一个就是水那个水费就中央政府出了红头文件就说每三年就基本上 给他加一次的 以前加水是比较难一点的 第二点就是以前是八个percent return on capital 现在就改了八个percent on roic 就是里面还有少许细节的 但是大概就是八个percent on roic 那那个差别就是什么呢 以前你就是股东资金你可以有八个percent回报而已 现在就连你借了那部分你也可以享受有八个percent的回报 那所以那个水价是相对现在一点的 你看到其实十月中上海就已经加了十六点几个percent的水价 那所以只要水价趋势是一直向上 那公司的盈利就比较明确了 增长就会比较更加明确 其实你看回它过去的十年每年 就是最少都二十个percent增长 很consistent的这间公司 明白 那可能那些人就会觉得可能悶了一些 但是我想今年的不同支柱或者是 下年不同支柱就是公司都公布了 就是将它直供水的业务就会拆出来 和供水业务一起拆做独立公司上市 因为八马五就差不多九成的earnings都是水那里来的 但是始终有十个percent的就是和直供水 或者是供水没关的 就是可能污水处理或者是有少少地产业务 地产业务就是主要因为它以前有些水厂 那所以水厂崩了就变了快地很值钱 就是好像他们在北京二环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气 一些complex的现在 那时候它设计价值可能就是一亿都不到 但是市场价值可能是几十亿的这些 但是始终投资者就不喜欢你这么粒粒粒的 就喜欢你focus一点的 所以他们就决定将直供水和供水业务拆出来 那还有它的好处就是不同的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是很多是BOT的 就是你只有三十年经营权 那之后你就三十年后可能经营权被人收回 那但是水基本上是perpetual的 就是它建立、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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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那个现金流是会强劲很多的 嗯OK好你们什么位买 十年了我们很久之前其实已经买过了 过几两元但是后期最近我们就 五元也有买过就算是八个多也有买过 所以现在的位置也有 现在也是便宜的 因为如果你看市盈率 还是在说六七倍左右 OK好听完Lawrence说 不如我和李总聊聊天 李总欢迎 我说广东话 所以我其实我想他说广东话 然后他说不要我说普通话 下一次下一次 下一次他说我今天准备不足 所以他要说普通话 那我上一次也见过李总的 但是你当然不方便透露你分拆那个 那个直饮水的业务上市 恭喜你们先 谢谢 什么时候上 明年 上半年 下半年 我们刚刚上个星期就获得联交所的 PN15的审批 之后我们就是会按照 PN15我们申报的这个重组方案 做这个股权的一个重组 因为我们设计下面两三百间公司的一个股权 要从重组到未来IPO上市的这个platform上面 所以这个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等完成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具备这个递交A1的这个 简单点就是上半年 对 上半年 可以 明年上半年 我们非常有信心 按照现在的这个工作进度 完成IPO 直饮水 刚才Lawrence介绍 就是你们一个非常之新的 很sexy的一个business 我记得上一次我刚刚几个月前跟他聊天 他用了见面两个小时 Lawrence他用了一个半小时 解释这个直饮水的部分 就是他们是非常看好这一部分的 不过我想问一下 就是普通的就是观众在香港 当然不会扭开的水喉水喝 我们通常有些过滤的 用些过滤水这样喝的 那国内的朋友有些都是这样 买些过滤器 过滤的水喝的 那这些你觉得你们的business 就是真的开个水喉 喝那个想象空间是不是很大呢 我觉得我们的直饮水的model 实际上是安全饮用水的一个 total solution total solution 我本人是学化学的 我是一个chemical engineer人 所以整个水处理 包括你讲的那个水龙头 装一个净水器 所以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 用化学物理的方式 让水质更干净 能够达到我们直饮 安全饮用的这个标准 但是不论是我们水龙头的净水器 还是我们的桶装水和和这个家用的分离的这种饮水机 其实它这中间的都还存在着这种二次污染呢 水质的二次污染的问题 包括成本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通过最靠近用户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用我们的深度处理的设备 然后通过新铺设的这个不锈钢的卫生级的管网 连接每间用户 那这个保证我们在这个管网系统里面的水是24小时循环被消毒的 所以你任何一任何一分钟你在家居的环境或者在学校医院 你打开龙头出来的水都是最新鲜的最安全的达到安全直接饮用的条件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水质方面的一个循环的保证 另外一个这也是一个绿色低碳的产品 这样大家就不再需要家里有桶装水或者瓶装水这种缩料的这个缩料的这个污染产生 同时呢就像净水机啊或者净水器你也要换滤芯啊 要有人力物力的这个消耗 实际上这些都是产生碳源的一种一种方式 如果我们一次性建好这个直引水管道直引水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话 那未来30年50年都可以使用 那是一个非常环保低碳的解决方案 而且价格方面也非常放心的可以讲 我们参照其他的市面上非常popular的那种桶装水来比 我们大概是他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八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水价 跟桶装水 如果跟瓶装水那就更没得比了 因为瓶装水可能有普通品牌 有进口品牌 那我们跟他的价格比就更加有优势了 所以我们讲的是一个真是一个非常好的 让普通的市民都可以享用的一个消费升级的安全应用的事 明白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基本上如果是你那个管道整好的话 就是好像在美国欧洲就是开个水喉就可以直接在那个水喉那里喝 你们提供水 你们中国水务在全国有70个城市有提供水了 那是不是你们的目标是将这70个城市会提供了即即饮水 你讲的非常对 在我们自己供水的范围内我们有70个城市 同时我们还有二三十个城市是由我们的污水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覆盖的业务 中国水务自身控股的覆盖的业务是在中国100个城市 我们现在是在这100个城市全面推开我们的管道直营水 这是我们自己的领地是我们有绝对的优先和竞争优势成本的优势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优先要去拓展的这个直营水的市场 但我们真正直营水的它的美丽 它的想象空间和未来面对这个蓝海的市场的在于不止在我供水的领域 而在我供水领域以外 这种直营水的解决方案也是所有的普通市民 包括地方政府都非常支持和欢迎的一种解决安全饮用水的方式 所以我们内部叫双轮驱动 双轮驱动一个内轮就是在我供水的片区 70个自来水公司加污水的片区 另外就是供水以外的片区 我们就跟其他的自来水公司合作 或者跟其他的房地产和物业公司进行合作 然后我们提供我们在直营水方面的解决方案 和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 然后跟他们采取joinventure的形式 然后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个直营水的一个蛋糕 也给地方提供一个在水方面的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 明白 现在你有多少个城市用直饮水 我们现在的直营水项目是覆盖了 目前是100个城市 我们有的直营水的项目的数量是超过一千二百个 但是实际上这个直营水项目每天都在增加 因为我们在每个城市 一千多个 一千二百个 一千二百多个直营水的单体项目 OK 单体 为什么要解释一下 比如直营水 它不是说你这个城市就全部有了直营水 你要每一个小区来谈的 或者是每一个学校 学校 医院 政府机关 写字楼 酒楼 酒店 我们之所以用这种叫一对一的解决方案给每一个用户 我们这个用户 刚才你讲得很清楚 就是居住小区 包括政府学校这些 还有企业 都是我们的直营水的项目的客户 然后我们根据它的具体需求来设计一套直营水的这个方案 建设运营和未来的收费 这样的项目就会比较多 数量会比较多 但它的商业模式是可以非常标准化 可以便于复制和克隆我们的这个标准 因为你为什么它有个优势呢 因为它本来就提供 比如70个城市它提供是自营水 那自营水的那些管道已经在了 那如果是在直营水的话 基本上是在那个自营水的管道 再加少许东西 再加一个管道 是不是 跟着是淨化 跟着就可以喝 所以对你来讲 这个cost不是重新再投资 对 一个这么大 非常好 其实你讲的 我们在70个城市 我们覆盖了已经现在覆盖人口是3000万人口 这3000万人口实际上已经是我自营水的用户了 那好处在于第一我的自营水的供水设施 已经完全达到了覆盖了这些用户 第二这些用户 他们日常的这个使用习惯 他们跟我们销售经理 跟我们的维护的这个这个抢 整个水的这个团队 大家已经结成了过去十几二十年的一种客户关系 这种信任是用钱买不到的 我们不是去卖一个设备 卖一个产品给他们 是卖的是一种信任 卖的是一个自营水公司 在普通市民和消费中心中的这种可信度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延伸了我们管道直营水的这个服务 你普通的自营水下多少年历史 十几二十年提供 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年 二十年 但我刚才说 其实内地都有很多朋友 譬如买一些过滤的瓶来喝 那里其实都很方便的 只是换个芯而已 那个对你觉得大家真的有信心 开个水龙水 水龙头的水直接喝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真是一个消费理念的问题 为什么大家说是买一个净水器 装在水楼桶上面 可能一万块钱几千块钱 大家就觉得很安心 因为那个首先很贵 第二他觉得装了这个东西以后 出来的水就质量就一定很好 但这中间有几个误区 第一呢 其实装这些东西 装这些东西 你水流过了那个净水器 你必然这个水会有一部分残留在 那个净水器的里面 对吧 然后他还有一部分是跟空气 所接触的地方 当你停止使用 不连续使用的时候 再存留在你净水器里面的 那一部分水 实际上是它暴露在空气里面的 暴露在室温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甚至你出去工作 半天才回来 说实话那部分已经是跟 滋生了细菌 对吧 这个是大家不易察觉的 但实际上对身体 是会潜在的有害处 这是没办法 这是他这种模式 本身就无法避免的 而我们的直营水系统 实际上是我们来建造的 作为自来水公司来建造的 入户每一家 打开龙头可以喝 但是我们直营水的水质的监测 我们是直接在每个城市 都直接上网 上传到当地的卫生检疫部门 留政府来随时来检控 在我们每一个直营水的 服务的片区学校 医院等等这些的水质是达标的 而且是24小时动态的 所以你作为一个客户 你打开那个水 我们告诉你 实际水的龙头打开 你就可以喝 你是相信我 还是同时相信政府 有一个水质监控的系统 对吧 这就是一个 我们之间有一个更公正的 更客观的 更权威的机构 来对我们的水质 进行一个随时的监控 当然我们保证 我们的水质的安全 这是我们做自来水 也要做到的 但是刚才Lawrence讲的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国内这么多个城市 大家打开水龙头 政府都不鼓励说 大家直接就可以 引用水龙头的水 原因是有很多 因为中国的城市化 进程太快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水厂的水质的处理问题 包括管网 这么多年建的管网 中间都有可能一些 对水质进行二次污染 那就不适于直接引用 只能这么讲 你到欧美国家 包括到日本 是打开就可以用的 那它变成是什么 它就一个 直接可以引用的水质 一个水龙头 一根水管到家里 就满足你所有的需要 包括直接引用的需要 但在我们内地城市 是不能这么做的 讲实话 其实在香港 也是不能够这么做 大家政府也不鼓励你 直接管道里面的水 就可以直接引用 所以我们的模式 我们摸索了 大概六七年的时间 我们摸索了一个更适合中国 这样城市化进程的一个 一个发展阶段 大家用更便宜的成本去投入 那这样自然的水费就更便宜 就所以就两个管道 进到终端的用户那里 一个就普通的自来水的水质 价格便宜 可以满足你家庭 95%以上的用途 对吧 洗衣服啊 然后这个 擦地啊 做所有的事情 另外那一个水龙头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引用的 它的量小 但是价值更高一点 更加跟我们的日常的身体的安全 和全家一家老小的健康 更加相关 所以花多一点成本 贵多少 比普通的水 我们的水价来讲实际上是普通水价的100倍 大概我们的国内的自来水价格 就是2块到3块钱 我们这个是200到350块钱之间是一吨 你听起来这个价格很贵 但是你不能跟自来水比 首先自来水中国是非常低 是全世界差不多最低的自来水的价格 好像一个family大概三个人十几元 对 十几二十元 十几二十元 一个月 真是很低的一个支出 在一个家庭的disposible income里面 是很低的一个支出 在全世界水价也很低的 那Lawrence刚才也讲了 其实从水资源的这个紧缺性 对吧 和大家需要更好的自来水的角度 我们的自来水的价格也会慢慢向上走 国家也会在规管的情况下会上上走 那回来呢 我们直营水的价格呢 更重要的是跟那些桶装水 你在家里用桶装水 瓶装水 包括这种净水器 净水器买一个都几千块钱 对吧 如果我们现在 比如在国内 我们自来水公司所在地 长沙呀 一些也是中等发达的城市 我们这个直营水在那里 已经四五年五六年呢 这个在那运行了 比较成熟的一个 一些show case来讲呢 家庭可能自来水费二十多块钱 饮用我们直营水 这部分可能也是二十多块钱 就一家三口 对吧 这样呢就满足了他家里所有用水的需求 但是呢 他家里就不需要桶装水了 OK 也不需要瓶装水 一个月给多二三十块钱 就满足了他家庭直营水的需求 因为你很多水是用来洗菜呀 做其他东西的嘛 那些呢就用普通自来水 比如洗澡 洗澡洗车啊 这个椒花这些呢都用自来水 自来水本身 他的水质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不安全 只是不一定适合我们 直接就饮用 OK 好 另外一小问题呢 就是你 就是这个直营水 占了你的total的revenue 是多少呢 是不是都是很小的 最新的年报 我们9月30号呢 直营水占到我们总收入的4% 如果我们最新有分拆的这个计划 已经批下来 如果我们把自来水加上直营水 这部分作为分拆的主体的话 我们现在直营水呢 这半年的收入大概占到5%左右 这是一个很低比例的 但是它未来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 而且是一种跳跃性的 其实我们今年半年的数字 跟去年半年 我们就有将近四倍的增长 就从5000多万到2.4个亿 这个增长是非常快 原因是我们会在我们70个自来水城市 还有我们污水有的城市 100多个城市同步去推 这个推之间是 大家都是在自己的供水片区内 可以就是借助他们的各方面的 已有的优势去做 所以大家不是互相制约的 也不用你等我 我等你 所以说但是一下子就可以开始做 这是第一 另外呢 就是直营水这块呢 我们非常有信心的 就是我们可以在供水片区以外 通过我们的并购 收购一些有规模 有技术 有市场 有团队的 这样的在直营水领域的 我们认为很有potential的这些公司 我们就通过股权并购的方式 获得控股权 其实最近我们也 今年也有公告 我们收购了南京水杯子 收购了徐州的几家 那个直营水公司 这种外延式的并购成长呢 这是第一是中国水务过去 我们做自来水 过去将近20年 我们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平台的作用 就是它集资的功能 它那个利息成本是非常之低的 就是例如亚洲发展银行 给了一个购买 他们都是在说一五刀两厘 所以它是公共事业 所以它去拼购这件事都是它的优势 就是如果你自己去做的 你可能利息成本六七厘 但是它也有很多的 比如北汉水母 那是一样的 它们的利息成本也没那么低 为什么它就做低呢 我想ABD有少许 亚洲发展银行有少不一样 它是一个政策银行 就不是追求这个利润的 那它反而觉得 哇可以帮这么多人口解决用水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使命 是一个很大的使命 OK 所以有少少不一样 Lawrence 刚才你刚刚开始就提到 就是它可以加价这件事 其实我记得是Alice Wong 我都提到这只高分 那它就说它就是说一句 没有你那么深谓 就说加价 这个是一个主要你看到 中国水务原因 还是直饮水 因为直饮水那一部分 占它的total ramning 还是算低的 这个真的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我反而是看好直饮水 因为旧有一个业务是很stable 但是尤其是中国投资者 未必觉得会很sexy 所以你投它们的基金 可能反而是一些外资 或者是保险资金 因为它的息率都不是太低 但是你如果要有些幻想 想象空间 我想直饮水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就是你看回农夫生存的估值 就是几十倍 它卖一瓶水是等于它的水价的十倍 所以再加上它本身就是在做这件事 供水业务 所以它去做这件事是很有优势 再加上它们的技术 就是刚才它做了一些中科院下面的子公司的收购 它们又和它们日本最大的reverse osmosis公司 To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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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家日本上市公司 那它是在这个水的测量领域里面是有领先的优势 那这个它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作 就是主要因为它们的二股东是Aurus Capital 是一家日本的资产和金融公司 是一家日本的资产和金融公司 非银行金融公司 那是它们的二股东 就是股东 所以它们就拿到这个技术 明白明白 那这个需要长期才能看到效果 还是明年可能半年业绩 一年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项目 它们不是说突然想找个题材来做的 它们已经是有铺牌 想了六年了 那由主席是觉得去年是一个turning point 今年是一个turning point 它们看到这个现在是一个时候去大力发展 因为你看到国家政策都已经开始有些落地 就是其实它们时不时都说不鼓励喝这个瓶装水 你如果是北京的政府机构里面是不可以再用瓶装水的 因为其实是塑化剂 你transportation产生的物业 也有铺牌的 所以它们现在这么多人说ESG 其实它这个股票是最好ESG 这家真的好ESG friendly 但是你觉得是很多用户 最后都会用这个值喝水 这个你是 其实我们已经是不用想了 你看到这个数字就不会骗你的 就是你看到的数字 其实这个真相是告诉你 是瘦的 就是那些人是瘦的 就是我都想问李忠先生就是可能以前它是utilities公司 你不用去sale东西 那些人自己找你 我要装水 你不用sale 反而你现在是一个消费者的产品值喝水 就是都想看一下或者李忠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是怎么去推销给市场 OK 其实确实对我们内部来讲 我们认为这个直营水作为我们中国水务的核心主业 我们现在叫双主业 就是自来水加管道直营水 双主业 实际上主席跟我们公司的高层 真的已经反反复复在内部 跟大家来进行统一思想 为什么讲呢 其实就是刚才Lawrence讲的我们原来做自来水 实际上不用出去去找客户的 是客户来找我们 现在我们去做管道直营水多少 我们也要去跟客户谈 学校医院小区我们跟每个客户去谈 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真正的要转型 要转型 但这个转型是中水务必须要去做的 这样未来的市场才会更大 对吧 自来水是我们的看家本事 但是以这个为基础 自来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稳定的 具有极具防守反击型的 现金极好的 未来派息也非常高的 这么一块资产包 而且每年还在增长 我们还可以每年double digit 这么去成长 但是它永远这个想象空间 不可能说我们把全中国的 百分之二十的十的这个自来水 获得中国水务 我们觉得这个是还有太有很多条件的限制 但是管道直营水是一个消费类的产品 只要我们的产品好 我们可以跟任何一个地方政府 和任何的客户进行一对一的合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管理层转变 但我们怎么让它转变 实际上从KPI的考核 我们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的KPI的考核就是 直营水和自来水的业务的里面 所有的这些element的考核 一半一半 到明年可能直营水的考核的比重 这个这个比重会占的更高 通过考核来推动我们管理层 大家的这个motivation和他们的这个focus 就要转到直营水 我们这么重视的直营水方面 另外通过并购 为什么我们中国水务 其实在并购方面 自来水的并购方面 我们形成了自己一套很好的经验 并购是一个获取人才 获取市场 同时获取一种不同的文化 对企业发展很有利的一些文化的融入 你并了一家公司 你就要消化它 你不是买它的资产 实际上是买它整个的经营和团队 那它这样进来以后 我们目前买的直营水的 现有的技术公司和市场的公司 他们都在这个市场上打拼了好多年 他们很了解这个市场的艰辛 他们也很希望跟中国水务 这样大型的上市公司进行合作 他们就会带来很多我们所没有掌握的市场的技巧 包括他们的那种拼搏的精神 竞争的精神 实际上是我们中国水务的团队里面 大家可以融合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优势互补的一种结合 那未来刚才讲的这种跟市场竞争的这种精神 和我们围绕市场化的目标去给更多的incentive 去让我们的 明白 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事实的调整 明白 又是一倍 我觉得很合理 就是如果你对标农夫山泉 高教 或者他一家公用股公司 其实都真的严重低估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那些人经常把他拍摄那些污水处理公司 但是刚才讲过 就是他BOO和BOT的分别 第一他那个现金流是永继续的 第二就是他的capac是没有那些公司那么重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公司很多是EPC的盈利 什么叫EPC的盈利 你就是建筑期那时候你建这间水厂 或者污水厂的时候 你就已经mark up了一个margin上去 那就是上市最大的那两间 其实他们mark up的margin是说 二十几到high teens 那其实那个盈利的质素是比较去的 那你倒进来你看回他 其实是这一类EPC的profit是相对少一点的 不是没有 但是他那个假设性就是mark的margin 都是低一点的 就是十几个percent的 十点零七 十点零七是最低的 我见过 你另外那些是有些去到三十几都有的 所以这件事就是不要只是看数字 就是你都要调整一下 就是他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 OK 有什么隐忧这间公司 隐忧我想就长一点 就是短时间也不会有的 就是因为他那个直供水就没有限价的问题 所以他就可以喜欢买多少钱就多少钱 那变了一个空间就大很多 但是多 就是每个都习惯了用的时候 变成一个民生可能就政府会监管 但是我想这个也是三至五年后 是之后的事 OK 今天非常多谢Lawrence 介绍了他自己的strategies之外 还找了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的高管 来和我们聊天 多谢Lawrence 多谢李总想来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想着分拆了之后再聊聊天 好 多谢两位 多谢大家